近日一家名为沙县轻食的小吃店窜回网络 齐勒勒还与沙县进军日本的海报相似 广大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那么到底这家店和沙县小吃有没有关系呢 店内会供应哪些食物 吃过的人会怎样评价 找个亲自驱车前往无锡 揭开这家店的神秘面纱 你能够想不到什么东西看到这个东西 因为看到沙县 其实我并不会想到沙县会有这样子的牌子 有凉解锅里面卖什么东西吗 应该是沙县吧 沙县小吃 是素的吧 轻食吗 这是卖沙拉的吧 准备过去吃 个好高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菜了 期待好吃吧 刚才看你们有走进沙县轻食 没有过十几秒钟 你们又走出来了 是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喜欢吃的 我以前就喜欢在沙县里吃那个家腿饭 全部都是什么猪八个腿饭 还有什么这些之类的 就连无锡当地人看到这家店时 也会认为和沙县小吃有关 那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和小龟一起进去 大探一番 我在朋友圈也有看到 是推荐这家店吗 就是说比那个一般的沙县来说会好很多 这么多咖喱鸡饭就 像就一个咖喱汁和一个饭 就感觉满单点 没有沙县小吃好吃 那个入味啊 你就是新一代的沙县 以前的沙县被淘汰了 对对对 这跟沙县小吃有关系吗 没关系了 他们经营的总率完全不一样 他跟沙县小吃 重叠的话 估计也就一个饺子 其他的都跟他的都不一样 怎么能说是他的升级满呢 我们还是问问这家店的老板 看他会怎么说吧 你知道吗 你这家店现在特别的火 感受怎么样 感受啊 感受就是莫名其妙的就红了 不想说 一点都不想说 外卖生意过来了 外卖我们几乎都不做 我要把店给关掉 来不及 来不及 你看我们这个人 内的背都已经拖了 看到了吗 这是我请了帮工 你看这餐店 你看 好有有 这餐店都已经歪了 然后这还有一些 有没有想过要扩大经营的门面 没有考虑过 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满院的 今天是4号 还有两天 我们才满一个月 那老板你们这个杀线轻食和杀线小吃 到底是一家人吗 我们是一家人 同一家人对不对 说是同一家人 应该是他们的分支吧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的关系很暧昧 你是不是宣宣的歌听得多了 在一段花样 就是一个 那所以真的是一家人对不对 我们 看来这家店和杀线 并没有什么联系 误以为是杀线小吃 要转型的朋友们 恐怕是你自己想多了